一个青花的 应该是琵琶砖吧 高度有 45.5公分 口径有 14公分 底竹有 13.5公分 花的是人物 软山进水 软山了这个 它这个青花有喷射 五彩 青花五彩 分色很多层次 这是一个梧桐树 康熙晚期 洞石还是有 顺制的风格 这个栏杆 这个栏杆没有留白的 都填了 一般都是留白的 一个鹿 一个老者 一个小童 他这个奎琴房有 他这个五彩 青花五彩 分色比较明显 给人的感觉是多层次的 他这个青花 月亮 你看这个太阳 你看这个太阳 鸟儿 你看他这个穿竹 这个底竹 你看底竹 它是这样的 这康熙晚期和雍正都有这种 这种造型的底竹 糯米它来的 有火烧红了 有火烧红 又和台之间有火烧红 花牙款 这种东西 就像这种 你看 一半 相当 是 有火烧红 都行 一半 有一半 有火烧红 就是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都行 所以 就像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有火烧红 的 有火烧红 有火烧红 画的这个 梧桐很高大 它这个绳呢 比较厚 但是它这个 留白的粉白边 很少少 少一点点 你看 一点点就一线 它这个白粉就 所以也不能够完全靠着 它就有一点点白粉都可以 所以要留心要留意 你看它这个画法 它这个青花无产 青花分色相当的多 多层次 康熙的一种特征 这种造型也是 比较少一点的 应该都是属于琵琶砖